生长吴正龙 同时新加坡江苏合作理事会 也是因此为一 并探讨双方向来的合作契机 准备于2007年的 新加坡江苏合作理事会 推动和拓展我国 同江苏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机会 双方的贸易额 约占新中两国贸易的百分之十 受到逆分的影响 推迟一个星期举行的韩国高考 在今天拉开的局务 59万名考生摩拳擦掌 以最佳的状态形式 而家长也纷纷前往寺庙和教堂 祈求子女取得好成绩 几鼓奔呼声四起彼伏 亲朋好友齐聚考场外 为考生加油鼓劲 韩国大学高考对很多学生来说 是人生转捩点 能够决定是否能考进名牌大学 甚至是未来发展前景 因此备受重视 除了股市晚一个小时开盘 商用飞机也在天地测试期间 禁止飞行 确保考试顺利进行 这来说一句不慢 我来说 你不讲你怎么去 考生吊试 有一个考试 有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没法去搜到什么东西 没法去搜到什么东西 我去搜到什么东西 我去搜到什么东西 来 谢谢大家 来 谢谢大家 去 去 去